今次愈来愈多人上工业大饭 但市面上的饭盒,无论是物料还是款式都琳琳沫目 如果你不是想买一些最近新推出的自动加热饭盒 而是想选购一些比较传统的饭盒 拿到饭上公司再加热吃的话 今天我和大家简单地讲一讲 不同物料的饭盒到底有什么优缺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翅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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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质地的饭盒都有各自的忧缺点 大家選購時記得要看菜式飯 看看哪款才最適合你自己用